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法杖弘化网靠近的时候 这个信息会比较详细的刊登在网站 那么我们这个 念佛 功德不可思议 偶遇祖师在弥陀耀节给我们讲 念一声佛号一声不可思议 念十声佛号十声不可思议 念百声千声万声 百千万声不可思议 念无量无边声 无量无边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多念佛 这个功德不可思议 一切诸佛所乎念经 所以我们身口一三叶 身理佛 消身业 有很多人 这个身体有病 那他拜佛拜好的 这个也有这个例子 在中国大陆云南昆明 有一个书记士 他得了癌症 那么他给我讲 他拜佛拜拜好的 那也算是一个奇迹 那我到大陆去 他也常常参加我们法会 那么有很多同修 这个礼佛 消消我们的身业 我们身的造作 身体的造作 无始绝以来的 杀身 偷盗 血淫 这个身三种恶业 所以拜佛可以消恶业 拜佛是身修敬业 敬业 那做好事是修善业 那这个拜佛 就是修敬业 那口中念佛 这个修口的敬业 意想佛 那么意 我们内心 这个修意的敬业 所以身口意三列 这个身理佛 口念佛 心想佛 三列 都修敬业 那这样我们业障 消得就快 这个 我们 敬中同修 要常常 礼佛 念佛 任言经讲 意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那我们目标 一定要见极乐世界 见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如果 发愿要往生 要 见佛 见极乐世界 我们念佛 就会用功念 就会认真念 那为什么不认真念呢 还不想去 所以就不认真念 那真想去 那肯定 像海贤牢上一样 二六十钟 他都念 你看他每天工作干佛 他不是天天打火气 他是干佛 但心中念佛 他没有停止过 这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所以我们就没有理由 说我的工作就不能念佛 我们没有理由讲 我们工作不能 没有像他那么忙的 他往生前一天 还干到天黑 我们哪一个人有办法这样 我们现在没有理由 讲没时间念佛 那么他有空档 他就是在佛堂拜 大家看他的光碟 很实在的 真修行 不是做表面的 真修 真修才能真往生 如果做表面的 那不能往生 所以 善导大师跟我们讲 一切从真实心中做 那跟极力世界才会有感应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了 所以我们这个三十系念 非常舒适 他类似五念功课 我们敬老和尚在讲 三十系念的功德利益 讲得很清楚 大家有时间都听 直到我们做这个法事 他的功德利益 在什么地方 这个大家一定 平常都听 那么特别我们上个年纪的同修 我们一定要放下万年 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这个世界 都是假的 都是空的 金刚经佛给我们讲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易如电 硬坐如是观 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的 不管哪一法 精神物质 只要有生灭 有变化 通通叫有为法 那么有为法 是假的 好像我们做梦一样 晚上做梦 第二天醒过来 这个梦境 痕迹都没有 那么只不过 我们晚上睡觉做梦 时间短 我们人一生 做这个梦 比较长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金刚经这些手机 常常提起观照 我们慢慢就会放下了 那么求生极乐世界 才是真实永恒的 极乐世界 无有重苦 但所足乐 特别我们受到苦的时候 就觉悟 这个世间 妙法连法经 佛君会讲 三界通苦 苦是真的 快乐是假的 只有信念念佛求生西方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那是真的 永恒不变的 我们人无恙受 无恙光 一切受用 随心所欲 所以到那里 以诸上善人机会一处 我们成就 非常的快速 成就之后 才能回来 娑婆世界 度众生 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往生净土 不是为了逃避 是为了求学 为了度众生 往生的 这一点 一定要认识清楚 那么我们这次到此圆满 非常感恩大家 发心来参加 来操见先祖 富国习灾 包括我们义工 大家很辛苦 灾主 义工 大家出钱出力 那功不堂坚 功不堂坚 这个功德 都是真实的 现在世界灾难 也很多 所以大家 多念佛 习灾 这运输 常给我们开示 念佛是 富国习灾 根本的方法 所以我们就是 要断恶修缮 多念佛 这是富国习灾 最根本的方法 我们要常常挤在心里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到此圆满 我们下次再见 祝大家 福慧增长 六十吉祥 身心安康 事业顺利 和家平安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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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